好 繼續今天十點不一樣 國際焦點先來關注的是 歐美允許烏克蘭打擊俄羅斯本土 而俄羅斯也動作頻頻 除了跟白俄在烏克蘭舉行非戰略核武演習之外 甚至將攜帶警速彈的潛艦 開往美國後院古巴進行大西洋石炮演練 對美國下馬威意味濃厚 俄羅斯列寧格勒軍區車隊大舉壓境 俄羅斯國防部釋出最新軍演影片 和最親密盟友白俄羅斯在靠近烏克蘭邊境 展開第二階段戰術核武演習 雙二的這場軍演目的 是希望兩國非戰略性核武裝備和人員 能隨時處在戰備狀態下 以及確保雙二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但選在烏克蘭和平峰會前舉行 時機相當敏感 雖然戰術核武相對於戰略核武在攻擊威力上較小 但在破壞能力上 依舊是相當驚人 可以使用飛機 中小型飛彈 或者透過火箭進行投放 能夠在戰場上 阻止敵軍的快速推進追擊 自然引發西方世界擔憂 不滿歐美國家向烏克蘭開綠燈 可以使用西方武器攻打俄國本土 俄羅斯這次直接把軍艦開到美國家門口 俄羅斯海軍核動力潛艦柯山號和巡防艦戈爾什科夫海軍援船號 在大西洋進行精準打擊演練 同一支艦艇隊伍還在週三直接開進美國的後院古巴對美國下馬威意味濃厚 雖然古巴當局強調俄國這趟遠征到哈瓦那並未攜帶核武 但卻帶上了高時高超音速飛彈 美國軍方不敢大意全程緊盯 古巴離美國的海岸只有180公里 所以如果使用這種高超音速的導彈攻擊目標 那美國是很難防禦的 還有一點如果俄羅斯的核潛艇 雖然它是攻擊型的核潛艇 可能沒有搭載核武器 但是它的常規導彈也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 實際上也就是在美國的家門口埋下了釘子 只是在各種國際經濟制裁下 烏克蘭戰爭還持續在打 普欽為何執意要砸大錢派軍遠征到古巴演習 他會不會將來也把類似的導彈賣給古巴 賣給敘利亞或者是賣給伊朗 這個實際上是和美國的一種針鋒相對的博弈 至於在烏爾戰場 俄羅斯的飛彈持續發射 烏克蘭全境週三空襲警報再度大作 從官方Telegram上可以看到 一整個早上國家級警報簡訊沒有停過 從首都基附到南部港城奧德薩 都接連傳出巨大爆炸聲 領國波蘭的軍機甚至一度緊急升空警戒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目前則在德國出訪 受邀到德國國會發表演說 也努力替烏克蘭再爭取更多軍援 如果能夠帶到烏克蘭更多工具 我會支持 我們在努力替烏克蘭 謝謝 新聞綜合報導 恐怖組織ISIS2019年被殲滅之後 留下許多ISIS新娘跟伊斯蘭國成員的小孩 大約有五萬多人被安置在敘利亞北部的 一座難民營 負責看管的敘利亞民主力量 為了防止這些小孩被灌輸極端思想 刻意將他們跟媽媽隔開管理 引發違反人權爭議 曾是恐怖組織ISIS重要據點的敘利亞北部地區 在ISIS消滅五年後仍甩不開悲慘命運 當地用來安置大量ISIS嫌疑分子家屬和難民的霍爾營 實際上更像露天監獄 惡劣環境還被形容像是不定時炸彈 因為裡頭似乎悄悄傳遞ISIS意識形態 幾名帶頭巾的婦女不必會對鏡頭比出招牌實質手勢 說不後悔曾經加入ISIS 但苦的卻是其他家人 像是長期受困營地裡的小孩 想偷偷逃離卻又被抓走 她問如果她能把她的兒子拿回家 她在一個家裡 她是十年 她是十年 我們想把他送出來 所以SDF不會把他拿走 她說我們 一旦男生變成12歲 他們把他們拿走 霍爾營其實由美國支持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看管 他們坦誠會從營地中帶走青春期男孩 以防他們受母親的影響思想變激進 敘利亞民主力量也聲稱 年初曾拍到營地中軍事訓練兒童的影片 他們還認為這裡每月新生兒數達到60人不太正常 一些青少年早早結婚似乎想加快孕育下一代ISIS 因此他們才將營地中的青少年轉移到另一個更生中心 強勢剝奪他們與親人接觸的權利 一些少年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幾歲 只記得像是被綁架般帶走 這樣的做法也多次被人權組織指控違反國際法 但部分的問題是 那些年輕人變成18歲 他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尤其是他們不能回家的國家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會在監獄 這不是一個計劃 我們正在監獄 把他們在監獄 但實際上是 目標是跟社會共同 然而CN發現一些青少年不一定被帶到更生中心 而是帶到更惡名昭彰的全景監獄 這個監獄是全世界最集中關押ISIS的地方 卻曾在2022年發生百人越獄案 成為隱憂 還有人形容這裡的環境 恐怕比關塔納摩灣更糟糕 一名少年說14歲時就被抓來關 如今19歲還是出不去 你曾經有一個監獄嗎 你曾經跟一個監獄嗎 沒有 我沒有關於大人 如果你關於孩子 我們如果想知道真實 我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一直被罵 我們在這個監獄五年都被罵 我們因為我們的父母 監獄中還有一名被指控加入ISIS的 英國籍巴基斯坦醫生 我們在侮辱 我在侮辱 我在侮辱 什麼樣的侮辱 像被罵了 被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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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說 我只是在等待我的死 沒有被罵了 可能沒有 他自認識陰謀下的受害者 卻沒人能幫他回到英國 至於聚集大量婦女兒童的營地 雖然一直有呼籲遣返的聲音 但進度緩慢 包含曾跑去當 ISIS新娘的30歲美國籍女子 至今也和7歲兒子受困營地中 完全回不去 她說寧可回到美國重新受審 也不想關在這個露天監獄中 無奈營地中的大多數人都像是被直接拋棄 下一代人連帶受罪 無止境的絕望恐懼 又會演變成什麼模樣 令人難以想像 野新聞 綜合報導 再來看古巴 古巴因為受到美國經濟制裁 近三年通膨率已經飙到50%以上 最近更出現銀行領不到現鈔的現象 主要原因是民眾對政府不信任 古巴現鈔只有三成被存在銀行 有七成都在市面上流通 而古巴披索現在也在黑市上大幅貶值 跳進大海裡蕭蕭鼠 受到聲音現象影響 古巴今年五六月就熱到讓人受不了 古巴今年五月可能創下73年來最熱紀錄 白天動則35度的高溫 偏偏此時還要在大太陽下 排好幾個小時來領錢 更是崩潰 最氣的是還可能領不到錢 古巴從今年初就瘋搶現鈔 儘管政府開始推行線上交易等等 但是古巴經濟常年疲弱 民眾手中沒拿著現鈔就不安心 但問題是大家對於經濟體系早已沒有信心 不敢把錢放銀行 銀行裡的鈔票不夠 就連外資企業都領不到歐元及美元現鈔 再加上古巴的匯兌 常年混亂 政府公定價是24匹索兌一美元 但是一般民眾去換卻是120匹索兌一美元 地下市場更喊到350匹索兌一美元 而近三年來惡性通膨狂飙到50%以上 生活快過不下去 共產時代的老陸糧食配給 再度成為很多人的生活支柱 沒有製造正工業的底全靠觀光車 在美國嚴厲制裁下 歐美遊客大幅減少鮮豔的老爺車天天空車 判不到歐美遊客現在古巴轉向拉攏 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 俄羅斯遊客千里迢迢來到加勒比海 但畢竟還算是少數 稱不上主要客群 古巴真正賭的是中國大陸市場 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振奮 我覺得它可以大大的便利 來古巴的中國遊客 5月初宣布對大陸遊客免簽 5月底北京第一批對古巴直航航班 將大陸遊客打包直送哈瓦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捷 非常順利 路客大戰太方便了 免簽秒通關 一到飯店還聽見了熟悉的聲音 唱的是中文 甚至連Menu都能無痛瞄懂 酒店裡面開始有中文配置 房間上面的話呢 以前來的時候傳都是西班牙文 那現在的話呢 會有很多一些 例如說這個中文的一些菜單 直接附上翻譯 飯店業也已經摸透了 中國遊客的禁忌與喜好 這樣全面銀河當然就是希望中國大陸遊客多多益善 來海瓦那一定要喝上一杯 還有這個老爺車 一定要坐一坐老爺車 只是除了大飯店能夠全力配合外 街頭小販坦言有困難 語言就是一大障礙 只是擁抱中俄市場已經是古巴在各種制裁下不得不走的路 TVBS新聞綜合播動 好 繼續來看的是 民眾實質的經常性薪資不但年齡 富成長還有通膨巨瘦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 再加上詐騙危機充斥生活 台灣人民的生活真的是越來越辛苦 尤其從主機總處公布的110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來看 台灣的貧富差距變超大 用竹竿和帆布簡單搭建的曬意區 社福機構來到貧窮家庭進行訪視 從了解生活提供協助 不過在社會當中 除了社福單位的幫忙 也仰賴政府的支援 而總統蔡英文執政8年 民眾實質的經常性薪資不但連年負成長 再加上通膨巨瘦 貧富差距擴大 還有詐騙危機充斥生活 對於新上任的賴清德來說更是挑戰 我個人覺得 詐騙的事情對弱勢族群衝擊是最大的 那除了會造成他們的經濟損失之外 那也可能會延伸成是法律上的議題 但背後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為了生存 急需用錢進而掉入詐騙集團的圈套當中 讓本舊捉襟見肘的生活 落入更痛苦的深淵裡 之前這個檢戶塞的這個事件 就是很多富海外打工的年輕人 他們掉入到這個陷阱裡面 那不是造成自由被剝奪 也包含他們自己身體上受到傷害 那檢戶塞打工事件 包含之前的一年多 其實在我們自己工作的場域裡面 然後特別在偏鄉 我們就有提到許多大年來的孩子 或年輕人說到健康再去工作 或到泰國工作可以賺很多錢 詐騙集團也就是看到了 弱勢家庭的需要刻意誘騙 雖然政府不斷做宣導 也不見得升職到每一個人心中 但詐騙對弱勢家庭而言 更加沒有能夠承受的風險 畢竟詐騙集團花招擺出 還持續推陳初心 就怕一個不小心落入陷阱 現在政府也從源頭下手加重罰則 目前新的這個法律規定裡頭 打到司法裡頭規定 在這個刑期加重的部分 現在有一些新的規定 像是如果你是三個人以上的組織犯罪 或你的詐騙金額超過一千萬 或者是連續的這個犯案的分子的部分 這部分都有刑期的加重 那我覺得在這個刑期加重的部分 確實是有機會可以去 遏止這個詐騙集團繼續做詐騙 而現在不只詐騙問題棘手 通膨率也連年突破2%的警戒線 火石用品連年含漲 民眾薪資卻沒有動靜 生活壓力可不小 現在跟台灣出口結構相似度 最近的國家 也就是南韓 就是說台灣跟南韓在這個 什麼經濟條件是比較相當 而且在出口的主要項目 其實又非常相近 那比較這兩個國家 從疫情發生到現在的 通膨跟貧富差距的情況 其實台灣是相較南韓是 這個相關的數據是比較好 第一個通膨當然是比南韓低 如果依照主計總處公佈的 110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來看 台灣的貧富差距 從30年前的16.8倍升至66.9倍 但相同的計算方式下 南韓是140倍 澳洲93倍 法國627倍 英國109倍 如果說客觀的來分析的話 應該要放租國際比較 那如果是說IMF認定的 這種已開發的經濟體 就是說這幾個經濟體裡面 台灣在通膨還有貧富差距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 賴以衡量貧富差距的 這個經濟係數等等 表現其實都是還不錯啦 即便和其他國家相比 台灣的狀況說不上糟糕 但就怕照片更加猖獗 貧富差距擴大 政府要做的除了遏制 當然也得創造人民福祉 否則最終就是用選票說話 TVBS新聞和這樣下單磁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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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